歡迎大家繼續收聽動漫戰隊 繼續和大家討論新版 7月版早 接下來討論的一套叫做飛鴻連結 科技雜說有提過的作品 因為是遊戲和動畫一起來 這套動畫也是連結到遊戲 因為他講的都是遊戲的故事 不過他那個說法會比遊戲有少許不同 因為遊戲我記得無論你選男女主角 都是一開始已經打 但是第一集他會先講背景資料 但是劇情方面是很快的 因為我大概看一看過程 他當然跳過了很多遊戲裡面的小交流 他主要集中在一些大老的東西裡面 第二集女主的姐姐已經死了 所以應該比遊戲的進步更快 會不會搞到沒有玩遊戲的人很迷 又未到很迷 因為他那些主要的東西都放在那裡 只不過是可能他小的位置或者一些副線 可能是你玩遊戲才行 那好像有點門檻 對 但是我就這樣看動畫 又不覺得有太多的困難 那都可以的 對 如果你是真的做得成功的 你可以引人去哪裡 這樣都可以的 對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Easter Egg 就是我之後再看才知道 原來每一話的動畫 在某些地方是一個密碼的 你的密碼是可以打到遊戲裡 去換取一些道具 哇 又挺有趣的那樣東西 真的連動到 連動到的 當然那些道具不是特別 真的很厲害的道具 只不過可能是一些飾物 但我看到有些人討論 就是可能動畫 某一個Poster上面 一個具子打進去 就可以拿到 那這些好玩 因為你說動畫和一些遊戲連動 可能去一些App Game 就會比較多 例如我玩Love Live 那時候在紅團動畫播 每個星期會有一個是那個角色 因為那時候經常是個人回 哪一個人就會在遊戲裡有一個特別編章 就是展示那個角色的東西 然後就送一張那個角色的UR給你 那一段時間是這樣的 所以那一段時間 那一段時間很熟悉 它UR不是什麼event 那些 是本身是抽撲的 UR就給你一張 那不是很有趣 但是那個連動就是 我純粹這個動畫 這個星期講過個人回 就送過一張卡 但它現在是你在動畫裡 你好像玩一樣 要找一個密碼出來 然後下去 其實那個連動感是更高一點的 我覺得是 那還有看劇情 它應該是不會分這個男女主角線 就可能只有一條大的主線 展示給你看 那當然可能它就是想吸你去玩這遊戲 因為遊戲 差了一點點說 這遊戲我看了一些review 大家都說作為Lamco Bandai 那個標準來講 它算是做得不錯的了 是 Bandai Lamco的standard來計 已經算不錯的 它無論在劇情方面 或者在戰鬥方面 大家都說 相對地有驚訝 當然劇情方面 因為大家對那個standard 都放得低 但是它也算是這樣的 故事大家都說 都是喜歡舊世界 還有很多 這類股有這類股的吸引力 有這類股的長期客人 當然看動畫 就不可能 了解所有東西 因為它說 其實裡面的遊戲 很注重就是 你不停地和夥伴 作出這個結系 好像題目一樣 飛鴻結系 所以那些東西 可能你真的要遊戲才知道 要一些同伴的字卡 就行了 我稀先問 是的 但是動畫 我暫時看 除了有一件事 我真的覺得要說說 就是它的畫質 它真的很難崩 即是作話水準 那些作話水準 都很難崩 但是作話水準 會不會令人反而不想玩遊戲 就這樣說 它一道戰鬥 它的戰鬥 那些怪物 用回3D 都可以的 還有動作 暫時都未到一個 我接受不到的地方 即是它回到戰鬥就給你 不過平時幾天就崩了它 但是你就不要看 藍珠或女珠的樣子 真的崩了 即是看打電影 是看打電影的 因為你想想 這遊戲是有它們的樣子 做一個動畫的 那它的劇集 全部都是PowerPoint的 但是它那裡的樣子 都比動畫的樣子更正常 那那邊直張出來 如果你光看動畫 我就覺得就一般 不會說很突出 我稍後不會說另一套 那一套我覺得它真的 戰鬥會做得好很多 但這一套 我想作為一個 聯動的項目來講 算是做得OK的 因為很少看到 即是一款遊戲 出完之後 馬上出動畫 還要是App Game 現在說是一款 要普通貨幣買回來的 單機遊戲 可能有些網絡 不知道會不會 但你現在這款 都是簡單 像平時買動作遊戲 買一款回來玩 更多一些 App Game 也還有 但是這樣 要普通一款遊戲 就少了 挺有趣的 其實這樣做法 OK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下一套 阿里塔斯的首載 我是無意中看到這套 它也是今季的一套動作 可以說 它是一個吸血鬼 加一個Steam Punk的十六世紀設定 其實這個設定說這個世界 人類和吸血鬼已經有一場大戰 還打完 打完 人類和吸血鬼已經簽訂了這個協議 就說無不侵犯 但是吸血鬼都可以在他們的二世間生活 或者在人類混入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吸血鬼有傳說 因為他們通常吸血鬼是紅色眼的 但是他們中間出過一隻藍色眼的吸血鬼 是可以殺光他們的 這隻吸血鬼 跟它有些細仇說要殺光吸血鬼 是的 它也留了一本書 就是題目的那本首載 就是可以再有殺死吸血鬼的魔法 或者一些能力 因為它那本書用得很有趣 不是巴奧薩基努加這樣用 用下去可以玩到什麼 逆向工程 玩得很科幻 很科幻 很魔幻 但是這套東西吸引到的 第一就是主角是花崗夏雪培 他配得OK的 這次是配過換世不公的角色 再加上作畫是很好 我覺得無論是畫兩位男主角 戰鬥或者因為Steampunk去畫很多 好像第一集有隻飛船去搭 完全是Steampunk風的飛船 那隻飛船也很漂亮 很漂亮的 而且花崗夏雪這位主角 他不是一隻吸血鬼 他是一個普通的人類 但是這個普通的人類 持有這個守則 就去說 他說他不是用來消滅這個吸血鬼 他說他是要拯救這個吸血鬼 因為第一集就是有一個女的吸血鬼 然後他就不知道什麼事 全身好動 最後他就全身不斷流出一些黑色的液體 眼睛都變成黑洞眼 就好像吸血鬼 著魔一樣 就像驅魔人那些 但是現在你中了鋼 那個是一隻吸血鬼 他就用那本書 跟他做回形象 因為說吸血鬼是有一個真名的 真名就是最核心的存在 然後就說現在有些奇怪的一團力量 就侵佔了真名 所以就用那本書去玩形象 就令到真名解放出來 大家不是說 剛才你說的東西我不太明白 其實我看也不太明白 我也不太明白 但是你說是魔幻東西 因為… 真名嗎 真名 不是他本身自己的名字 他有另一個吸血鬼的真名 他用這本書去譯 有些像什麼呢 他一槍去的時候就用這個名字 但是他有一個專屬他的靈魂的名字 我覺得那一幕他有… 三合到的名字 那種… 那種… 我覺得那一幕他用這本書 像什麼 像下木有人像 又是 是啊 是啊 他差了不是收尾魔 但是他就解回真名出來 是他的名字 是他的名字 但是他用那本書 中間的畫面 他做的圍美感 打鬥是漂亮的 雖然這部動畫 也有小微BL 因為有另一位男主角 就是這個吸血鬼 那他作為一隻吸血鬼 他就是要給他師傅所託 要找那本手札 因為那本手札實在太危險了 那麼他就在一個… 往巴黎的飛船那裡 就遇到男主角 那麼他兩個人在喊後之後 就對付了剛才那隻暴走的女吸血鬼 應該幫了他 應該幫了他 然後兩個人就… 總之機緣巧合之下就說 你不要搜查一下我要找的東西 然後花光下樹的角色就跟他說 不如我印上來 以後你就跟著我一起去不同地方 處理這些事 但第一集就落了一個挺有趣的位 因為那個男主角吸血鬼那個 之後下來的故事就是 可能跟這個人不斷去冒險 即是在說和花光下樹配的角色 就是跟他不斷去到處不同地方冒險 遇過開心不開心的東西 然後到最後我要親手殺死他 這個故事 那就是擺了一個謎團 就去吊大家引導大家看下去 但是暫時聽到一集 我覺得就OK 第二集都看了 都挺好看的 因為無緣無故 因為他拿了一本手札 其實都是被中吸血鬼 討伐的對象 咦 真是下目有人獎 因為其實這本手札實在太危險了 因為有一個怪物去散佈這些吸血鬼 對吸血鬼的病毒 也很危險 同時有一些所謂的討伐人 因為這個所謂的手札 一個藍色滄血的吸血鬼 要追求他 第二集出了一個所謂的精德女角 擁有這個紅色手甲很厲害 因為上一次人類大戰那裡 就說是一個戰士是很厲害的 那麼就打壓這個花光下樹 那花光下樹一見鍾情 就喜歡了他 就說你… 是的 他的角色是挺瘋的 挺瘋的 我覺得這個位置挺好笑的 我覺得他也挺過癮的 是的 我覺得這一套東西 雖然他的設定是相對複雜 而且他很多時候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有時候有些東西說完就算了 哪怕剛才他說 用本書怎麼救第一集的吸血鬼 其實我不太明白的 中間的東西都 但是畫面叫做 二塊膽你 可以將那些很複雜的設定簡化想 總之拿回來 但是我覺得第一 他作畫是非常華麗 他設定吸血鬼 還有Steam Punk加上這些東西 加上故事 視覺上的享受是挺好的 還有他的音樂加上其他東西 這一套我都推薦的 都挺好看的 那這裡差不多 接著到下一套 這個桃子藍蟹 渡可而來 我沒有記錯 好像…我還沒看 但是我記得好像是用陶太郎的傳說來 玩下去的幾個作品 是 大家都有知道陶太郎的童話傳說 很多時候都是說 他補罰這個鬼的途中 就收了一隻狗 一個猴子 和其他不同的幫手 亦都因為他給屯子 就幫他走 那這一套套了相類似的設定 但是完全是… 都不關事 都不關事 一件事 就是拿了那個設定來玩 是的 那他一開始就說 有一個國家 國家都是一些人住的地方 但是周圍就是這些惡鬼 就是惡鬼是會橫行這個世界的 而惡鬼的實力是非常之強的 嗯 但是在N年前 在東方 曾經出現過一個殺鬼的存在 就令到鬼聞風喪膽的 嗯 那一開始就看到我們一個 很華麗 也都整個女生的男主角 就入了這個城了 嗯 那就遇到我們的女主角 這個國家的公主 一整天都想出去 就覺得這個國家很悶 但是這個國家 在第一集 就被一個強勁的鬼侵襲 那些士兵 是一手拍死一個 都對付不了 還要找到一個國王 就是說 我們開個條件很簡單 要不我屠城 要不每個月獻制30個人 讓我們去吃 這樣 但是公主想救他們 但是無能為力 國王就叫他們快走 在這個期間 一個男主角就走出去 就看到這群鬼 那這群鬼就 哈哈哈哈 一群鬼走出來 送死 然後那個男主角 慢慢就拿一條頭帶出來 放在頭上 就真的好像 日本傳統的 屠太郎的形象 那他就是屠太郎 過不過癮 我聽過如果做得混合 就很可愛 他不是混合 因為他有一套很認真的動作 很認真的去打鬥的一套 很認真的屠太郎 是的 好像真的少聽到一點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他是殺鬼 他殺了所有鬼 他打得很認真的 他打得很認真的 OK 然後呢 他基本上是一刀一劍 一刀一劍 鬼沒者 然後還要說 故意露出一個很開心的 狂笑的樣子 就是這個屠太郎 是專殺鬼來取悅自己 對 他的眼睛 發動能力的時候 他的眼睛會有肚子 對 所以叫做屠太郎 很久沒有聽過一些 認真的屠太郎的故事 用來改型的故事 現在聽到經常說 從前有肚子在韓國遊樂裡 一句老夫婦撿了肚子回去 就想劈開肚子來吃 結果劈死了屠太郎 我經常聽過這些故事 但你剛才說的那段 他在他斬殺鬼那裡 一直都說出來 又說回這段 又說回這段 但是他就說 那個男生 是以殺鬼為樂 然後就討伐了東方所有鬼 就過來這一邊的土地 來屠殺這個鬼 他去西方那邊斬嗎 西方那邊斬嗎 那他有趣 殺了東方那邊 就可以去西邱那邊 中間要斬你的龍 就做龍角散 第一集就是 殺了鬼之後 整地都是血 公主追到過來 就看到他想多謝他 但一看到他轉頭 整個惡鬼的樣子 就很害怕 然後他就說 你究竟想做些什麼 然後就走了 公主原本想追上去 但沒有追上去 他就睡在地上 過了一個月之後 就想想想 就跟國王說 要出去找他 以女主角角度來 做一個冒險故事 即是屠太郎是切入點 正式進來做故事 主作是女主角出現故事 對 對 你以為女主角都是一些 弱質纖纖 誰知道第二集跟你說 原來他都有能力 他都繼承了 屠太郎的能力 那是怎樣 又是斬鬼殺鬼 斬鬼殺鬼 對 他突然眼睛又會飄到屠太郎的標誌 然後呢 以屠太郎的能力 對 因為他最後是說 原來 傳說裡面不是說 劈開肚子裡面有一個寶寶 他說 原來不止一個肚子 他說如果不止一個呢 即是不同地方有個肚子過來 就劈開肚子的時候 對 就全部都有這個能力 就可以去打怪 嗯 難怪那個阿公阿婆 把刀劈不死 裡面有屠太郎 我認為他這麼厲害 對 所以那個女主角呢 變成一個短髮輪 然後醒覺了能力 因為醒覺完之後 就變成狂戰士 就忘記了這些東西 是 對 那麼他第二集也殺了鬼 同時他收留了 一個兔人形狀的阿人 我覺得那個是很有趣的 挺有趣的 那麼他認識了一個城裡面的首位 那幾個人呢 作為一個視點 就是去找屠太郎 嗯 但是呢 看看一下 我不知道是這個梳子還是什麼 因為 第三集最後那個結尾 就是 說他們三個人 即是在一起的時候 就突然間 很震驚的位置 來的 突然一個光柱射過來 他們剛才身處的那個城 就滅了 噢 變了一團空地 整個區域 只剩下他們幾個人 這樣 然後下一集回來 打算看看什麼事情 我看到鏡頭一轉 突然變成 打武鬥大會 對 好像是跳過一閘 應該是 這麼有趣 然後跳過一閘 就是 那個男主角 就自己找其他東西 然後女主角 這邊的四個人 又去打武鬥大會 即是上集的東西是中間 失去到一集 失去到一集 那暫時看 就應該 你說戰鬥是不是真的很精彩 他不是 因為他都是 一下起兩下子 即是斬草 斬草 斬草食那些 還有暫時看 就應該不會集中 在男主角那方面 太多住 都是在女主角那邊 女主角那邊的組合 我也覺得尚算有趣 但是能力方面 我想他應該會寫到 因為他已經有步驟了 因為他竟然有步驟 應該是 超人力大戰 應該是 但是 推不推薦呢 這套劇 很容易看一下 我覺得 都設定挺有趣的 這套劇差不多 來到這一節 我們一套要講的作品 也是一個 非常久的題目 三日萬人俠 這個三日萬人俠 即是一個GETA robot 其實 我喜歡機械人的朋友們 看到今季有三萬人俠 都可以去看 真的 跟以前 有時候 我們看某些緝數 大家最推崇備至的緝數不同 這次就是 用CG來製作機械人 那些人的畫 相對上是較為簡單的 但是動感都算OK 是 要說回 三日萬人俠 這套劇 其實就是 當日 這個沿著石川賢所執筆的 這一套 也是他生前 最後一套的漫畫 但是很可惜 這一套是未連續完成的 所以 不知道這次的動畫 究竟會去到哪裡了 而且他這個動畫 是承接之前的動畫設定的 包括是 《世界最後之日》 他們最後去宇宙打 他是承接 因為他裡面 也會有流浪馬 或者其他人的回憶 他是承接 《世界最後之日》那裡嗎 是的 我以為是平衡時空 不是 他簡直是折的 最後他們不是說去宇宙打 他也是承接的 就是因為他現在主角 是流浪馬的兒子 也會有祖月裡研究所 因為神進人承接了這件事 已經有回憶說 流浪馬他們當年拿著這個真衣 去了哪裡 已經消失了 我以為是獨立一個平衡出來 因為他有很多作品其實是平衡的 我以為是 原來這個是承接的 承接的 好像是《世界最後之日》 是的 同時 因為他說在火星燒了幾十年之後 神進人就在這個研究所 研究了一個新的吉他系列 因為他有量產機 以及這個藝術的主機 但是除了他們原本要對付的敵人之外 也有新的昆蟲族去打他們 我看完第一集覺得 機械沒什麼問題 3D他沒什麼問題 那些都不適合 他都不適合 但是人物的話 我真的有些接受不到 很崩 有個樣子真的有點崩崩 但是 逢端動作動動打鬥的 哪怕是他隻抽也好 人 整班人和駕駛員隻抽那些 都做到的 總之一體打一動的東西 但頗為民氣的東西就會幾崩 我不知道為什麼叫崩 但是很簡單 畫弓線條全部都會 因為劉托馬 就是龍馬的仔 龍馬的仔坐上量產機的時候 他說那些 G-Force很厲害 原本那些成員要穿殺強發服 也都頂不到 有時候設定上說3D是駕駛駛駛 如果這個人頂不上 因為他會傷到這個人 也容易死的 因為拿這隻機 但是他說 劉托馬因為有流龍馬的血 所以他是抵擋到這件事 身體飛水厲害的 就像G-Force噴血都好 沒有人齊 前面跟這些流羅打架 那些雜粟雜碎 拿一把刀刀刺 他說 這些傷口 我口水舔一下也沒事 只可以說就是 設定上的東西 設定上就是劉托馬很可惜 就是這麼簡單 那其實 某個位 三一你說劇情一般般 你打得金的 我也不說 但問題是 他坐上了之後 就是說 我爸是流龍馬 然後他是 用本能駕駛的衣服 所以他沒學過 但是慈禎怎樣按這些大劑 沒所謂的 我覺得他抓過熱血 他的動畫熱血 但是噴著鼻血這麼說 那一格 我就是要說那一格 很難不小心 他自己上去看G-Force噴血太厲害 三眼睛 像他鼻血噴著出來 然後鑽出來 握著劍 哇 他這畫的感覺很簡陋 真的挺小心的 但又不是感覺差的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會很有趣 是不是有一個反差很特別 他的人也算差一點 但那一幕他又做得OK 其實迫力是足夠的 還打得很金的感覺 例如他現在三個小隊 一個就是劉托馬 一個就是原本是地球教的教主的弟弟 他有少許預知能力 總之變性 還有二號機就是一個混血儀 恐龍大國做的實驗體就有些混血儀出來 三個握是OK的 還有一幕就是他們訓練藝術去合體 那邊是OK的 那邊有感覺 但是我不知道是淺的問題 漫畫的設定還是這樣 那些線條看上去真的相對簡陋 但一到打位是OK的 不過鞋子在外面有時候好像會比較簡單 偶的陰影好像比較好 但打鬥的感覺他可以給我 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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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會繼續看的 是啊 握的表現上是比我想像中好的 因為他出來推出其他邊或者其他東西是OK的 哪怕第一集開架 亮橙的Gamer不夠 打架握出來幫忙 一齊出射線射爆他 都OK的 有某些很簡單的說就是 你看3-1就看這些 他就給了那些 但是始終有時候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比下去 或者是時代的眼淚 始終以前那隻手畫的機械 加上那些很線條感的人物 那種跟那種很瘋的感覺 是迫力高很多 現在其實也不可以說是差的 現在來說 還要你2021的Standard來說 就更加不差了 算是好 你打鬥不折 現在真的難以可貴 有時候都去到這個level 這個就OK啦 我覺得 會繼續看的 而且始終算是最後的作品 就是為了作 不知道他怎樣結束了 不過都會看下去的 我猜應該最後也是會不會做到一次 我覺得尾巴可能 不知道會不會搞到像 世界最後之日的尾巴那樣 而且我覺得流浪馬怎麼會死啊 神經病流浪馬死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最後也是出來和阿一一起打而已 會不會又握個黑3.1跳下去 因為他是說他最後握了真3.1 然後跟那個教主 再跟阿豪 阿豪那時候握真龍 或者叫做Neo Getter那樣 他跟阿豪握上去 其實這個也會繼續看的 但是那個歌的方面 講3.1大家很難不想一些歌 就是影山唱一隻heats 現在只要影山唱一隻heats 就全部人都在黏著 現在他的op不是不好聽的 就是相比以前的getter 我就差一點 但是不差的不差的 真的 不過有時候搞笑了 他的Ending 現在就是用Dragon那時候的歌 就做了一隻2021版 那那首歌 那首歌就說 Todragon就說一本一本一本 但是那首歌也很穩 現在變得有點像 為甚麼Ending那首好像更爽 他 Opening那首有這個Feel 即是好像OPE倒轉了 那種感覺 但OPE不是差 OPE也是OPE的Feel 但是相比起 大家就好像喜歡這個Ending多一點 因為他拿回以前的OP 變成了一個Ending 但我猜他的Ending 應該是隔幾集會換一次 因為我看到有段片是Trailer 播之前有段Trailer 預告這套作品 那時候我沒有記錯 是Storm的新版 Storm就是這個 《真31 vs.Leo Getter》 那一輯 都說 那一輯正的 首歌很正 那套東西呢 首歌很正 每個人都這樣說 Leo那套 每個人都說 Storm那一唱 又是瘋了 又是 你最傳承時期 還說水木大哥 夾拍攝 沒得輸 我看那段Trailer 我沒有記錯是Storm的新版 他可能就是現在的Ending 就是隔幾集換一首 就是把以前Getter的Opening 最名曲的那一堆 就是換一些新版出來 那現在簡直有一個 背景音樂 是Heath的音樂 這方面大家聽過 有些雞皮銀子在起座 聽過Heath 看看他怎樣 歌這方面 我會很期待 所以現在的Ending Opening 也有句不差 尾那些真的太經典 還有那句 都是為數 都不多的一個機械人 你能看就看 你還要Getter 我忘記了 你Getter 老實說 有幾條出來 叫Getter Beam 其實大家某程度就想 算了 這個年代還可以看 新的Getter 叫Getter Beam 是這樣的 先看吧 不要緊 但有這麼說 好像下季那些人 好像高達又有新的 不知道好像很類似 BREAKER系那些 類似 類似 還有我記得下一季 什麼境界戰機 類似 那一季 現在又公佈了新版本 那一季我挺漂亮 挺喜歡的 好像下季多 接人 所以怎樣 如果你之後喜歡Getter 這套你也看了 應該 那就大廚是這樣 我期待一下Ending 會有些什麼 subscribe給大家 可能 好了 今次來到這裡 都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下一節 就有一些輕鬆一點的作品 我不知道會叫做 劇情向 或者CG製作的作品為主 我們來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下次回來繼續 動漫戰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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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